真3C认证要查得到 主控用得对 电池靠得住 莫死别用杂牌货 散热也要专业做 就算用料部队豪华 但每一处都要用在刀刃上 才能做出真正合格 长久安全的充电宝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等久了 这个库来科的 2万毫安的自带线充电宝 拆解视频来了 关于这个充电宝的测试视频 在咱们主页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上了热门的 召回的事件 现在都是闹得沸沸扬扬的 关于充电宝 电路安全的问题 介绍完电路以后 以这一个库来科为范本 来重点的给大家讲一下 喜欢咱们这种 硬核载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票走起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我们话不多说 来拆解这个库来科 2万毫安的自带线充电宝 还是那句话 充电宝拆解 有风险 内部有锂电池 如果你敲到锂电池的话 会发生爆燃 这个非常危险的 请大家不要模仿 我拆解是把这个充电宝的电 全部都放干净了的 就是怕发生意外 所以说大家不要模仿 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 这个盖子的缝隙 在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里把它撬开 这个电池上面都打了胶的 沾得非常的紧 壳底上面有一层 石墨烯的符合导热贴 缩大的聚合物电芯 然后这是内部的主板模块 上面有螺丝 我们把它卸下来 这个电池的侧面 都有泡沫海绵 对电池进行一个保护 还有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然后这个底部 肯定也是打了胶的 非常的难拆 这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两个电池给它拿出来 电池拿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连带着 把主板一起带出来了 这一根自带线的线心 一共是五根 焊接在主板上面的 上面还有打有白色的固定胶 把它粘住的 以防这个线虚焊 这个是拆解下来的主板 上面还有一个加厚的散热硅脂贴 然后这个上面 还有一个铁片放在上面 两个一万毫安的聚合物电池 壳底内部一样的贴有 石墨烯的导热贴 充电帽的壳底和盖子上面 位于主板的部位 有两片白色的陶瓷纤维布 这个布的厚度大约有两毫米 中间还有石墨烯导热 底部是紫铜片 进行快速均热 这两片放在这个位置 主要是用来防止 主板上面的热量 传输到电池上面去 通过这个把热量迅速的 导到底部的铜片上面 以达到迅速降温的目的 这个用料也没谁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 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 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 先说这款充电帽的心脏和生命线 电池和保护电路 它搭载的是 天津逆神新能源出品的聚合物理电池 两颗串联 单颗容量1万毫安 合计就是2万毫安时 逆神新能源成立于1995年 是国内最早一批做理电池的企业之一 覆盖动力 消费 储能 电池多条赛道 在行业内的口碑 稳健可靠 用逆神电信 等于给续航和安全 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电池保护方面 配备了4E型号为402NBE的保护芯片 负责适时监控电池过充 过放和短路情况 做到关键时刻 断开保护 配合保护芯片使用的开关管 是重庆万国半导体的7534N NMOS开关管 重庆万国是与美国万代合资的国产品牌 兼顾洋血统和清明价 规格为 赖亚30V导组4.5毫欧 漏机电流30A 开关速度快 赖亚足 这一套组合保证芯片不仅能供电给你 也可以给你安全护航 守住生命线 绝不让电池翻车 主控部分是这款充电宝的大佬 采用了深圳英级新科技的IP5385 这个芯片集成了双向升降压控制 快充协议识别 电池管理 电流采样等功能 在国产快充芯片中 属于主流实力派 不仅支持丰富的主流快充协议 官方还可以支持定制石油协议 让兼容性更广 适应性更强 英级新 2014年成立 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设计 功率架构方面 搭配了四颗 美国万代半导体原厂的 6354NMOS看光管 构成同步全桥降压拓 规格为赖压30伏 导组3.3毫 陆极电流83A 四颗高品质MOS管 轮番切换控制充方电 效率和稳定性都是占线的 AOS万代1995年成立 是全球知名的功率管理芯片厂商 身价环节还有一颗4R7合金电杆 这颗电杆的体积还是非常大的 两颗香港东家电子的VR系列 固态电容 规格是100V25V 香港东家是一家港资老牌的电容商 绿波性能稳定可靠 两颗R2005精密采样电阻 实现精准的电流监测和闭环控制 一根NTC热明电阻负责事实温度检测 防止过热 这一套方案紧凑配合主控的智能算法 确保电源转换效率高 纹波低 发热少 功率输出 平稳有力 接口配置方面 这款充电跑采用了2CEA的设计 其中一个C口为自带线口 每个充电口都配备了 专属的滤波器件 这里 这里 还有这里 一共三颗MLCC电容 它们的作用可以有效地降低输出纹波 保障设备的供电稳定 在V-BUS开关管的选择上 一共选择了5颗深圳微造半导体的 3618AE NMOS开关管 两个C口用两颗 USB-A口则单独使用一颗 微造半导体2012年成立 专注于功率MOS领域 3618AE 封装小脚 导通电阻滴 是快充适配器和移动电源 常用的大厂开关管 三个充电口都配备了ESD防静电二级管 为充电接口提供保护 避免静电冲击损坏芯片 提升产品的耐用度 这一个环节体现了设计上的细节决定成败 不仅注重供电稳定 更加兼具了接口的安全保护 保障用户的使用安心 充电宝的两个连接器 外壳都为不锡持的不锈钢材质 这一颗三位数码管 也不是小厂的器件 来自上海鼎辉科技 96年成立的一家专业LED产品制造商 还有就是壳体内部的2毫米陶瓷纤维布 加10墨烯导热贴 再加内部的子铜箔 在充电宝中使用属于中高端散热结构 这是一个兼顾导热隔离防火与屏蔽的符合散热方案 体现了库台科工程师对热管理的高度重视 最近大面积召会充电宝的消息 一时间让安全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 很多朋友这才意识到 充电宝可不是简单的一个电池加几个充电口 而是高电压大电流复杂的协议识别 热量控制的一整个电源系统 国家早就明确要求 所有的充电宝必须通过3C认证 而且这个认证号必须能在国家认证的官网查得到 如果只能在什么代理网站看到 或者是编号根本不对应品牌 那就是典型的假3C贴牌走捷径的伪合规产品 这种货真的出问题谁都担不起 那么什么才叫合规又靠谱的充电宝呢 就比如我们今天猜的这一台 主控用的是应急性的IP5385 升降压控制快充鞋液电池保护一体集成 控制逻辑紧测不乱 电芯来自天津丽神新能源 两颗1万毫安聚合物锂电 搭配锂电池保护芯片 和万国半导体的7534N的开关管 形成稳定可靠的多重防护 供电系统采用标准的同步全桥结构 4颗原厂正品的AOS万代6354 构成核心的功率通道 核心电感加上东家的固态电容 再配合MLCC输出稳定文波D 接口开关管微造的3618AEMOS管 三个接口全部都配备ESD静电保护 细节都是做到未来的 但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其实是散热 这款充电宝内部的陶瓷纤维 负责隔离防火 石墨烯导热片负责快速扩散热量 再加上紫铜箔迅速将热量传导至外壳区域 让整机的热量快速的释放而不堆积 有效延长芯片寿命 并保障高负载运行的安全 远超普通散热宝散热贴个泡棉胶 或者打点散热胶的粗暴做法 一句话总结 真3C认证要查得到 主控用得对 电池靠得住 MOS别用杂牌货散热也要专业做 就算用料不堆豪华 但每一处都要用在刀刃上 才能做出真正合格长久安全的充电宝 大家说对不对 喜欢我这种硬核测材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